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魏无羡轻轻按了一声 蓝望鸡又把魏无羡抱紧了一些 声音闷闷的道 我回学校后至少有一周不能见你 听着蓝望鸡突然幼稚起来的话 魏无羡忍不住轻笑一声 也回抱了一下蓝望鸡 抬手在蓝望鸡后脑勺上 轻轻揉了揉 哄道 小弟弟乖啊 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听魏无羡喊他小弟弟 蓝望鸡不高兴的道 才不是弟弟 那是什么 魏无羡逗人 蓝望鸡闷声道 是男朋友 蓝望鸡轻笑 我这不是还没答应吗 怎么就能算是男朋友了 蓝望鸡坚定的语气道 你迟早会答应的 说着 蓝望鸡突然张开嘴巴 重重地在魏无羡肩膀上咬了一口 魏无羡吃痛 比了一声 抬手推开蓝望鸡 洋装生气道 你属狗的 怎么还咬人呢 说着 瞬间跳开了 还抬手揉了揉自己被咬的肩膀 瞪了蓝望鸡一眼 道 疼 声音里不自觉地就掺杂了点撒娇的味道 恐怕连他自己的还不曾发现吧 蓝望鸡则是难得地仰起嘴角笑了一下 轻声道 真的疼的话 那你应该能记住一个星期了 魏无羡惊奇地眨了眨眼睛 蓝望鸡的这一笑 可谓是白昧声 他还从来没见蓝望鸡真正的笑过呢 他竟然真的笑了 还是因为咬疼了他笑的 这是什么癖好 不过冷冰冰的人一旦笑起来 尤其还是像蓝望鸡这么好看的冷美人笑起来 真的有种涉人心魄的魅力啊 饶是魏无羡这种见惯了好看的人 尤其他自己就生得很好看的人 还是会因为蓝望鸡偶尔发自内心的一笑而恍了神 入了心 他情不自禁地就伸出手去 柔软的指腹轻轻地碰了碰蓝望鸡弯起的嘴角 由衷地夸奖 蓝湛 你笑起来好好看 为什么整天要冷着一块 这么好看的脸呢 真是可惜了 说着还一副特别惋惜的眼神 看了蓝望鸡一眼 然后缩回手 把手插进了裤兜里 微微仰着下巴 笑看着蓝望鸡 蓝望鸡若有所思想了想 排眸真诚的眼神看着魏无羡 一脸认真的道 我可以笑给你看 只笑给你一个人看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令人心情愉快呢 魏无羡轻轻呼了口气 心想 如果你不是蓝溪陈的弟弟该有多好啊 那样 我就可以不用顾忌 开始一段新的 能真正携手共赌余生的恋情了 就在他愣神的瞬间 蓝望鸡突然凑了过来 抬手固定住了他的后脑勺 重重地吻住了他的唇 魏无羡背着猝不及防的一吻弄的一愣 随即瞪大了眼睛 把手抵在蓝望鸡胸前 稍微把蓝望鸡推开了一点 低声道 蓝战 你干什么 我跟你说 我只答应你考虑考虑 你不许这么占我便宜啊 闻言 蓝望鸡眉头青醋 张了张嘴 刚想说句什么 陈树的车已经开了过来 少爷 陈树一会儿一个称呼的变 让蓝望鸡刚刚消散下去的眉头又猝了起来 他还没有把魏无羡变成自己正式的男朋友 魏无羡身边却多了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男助理 真让人很不放心 魏英 蓝望鸡喊住要转身上车的魏无羡 扫了眼陈树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驾驶式的陈树敏感地发现了蓝望鸡这一步寻常的动作 心里莫名咯噔一下 好在他跟在魏长泽身边那么久 临场反应能力也是一绝 他很快震惊下来 潮蓝望鸡礼貌地笑了笑 蓝望鸡只微微点了下头 随即把视线移开 不舍得眼神看着魏无羡 轻声道 魏英 再见 魏无羡按了一声 扭头钻进了车里 系好安全带后 又朝蓝望鸡摆了白手 笑道 回见 车子重新启动 车窗被缓缓摇起 将窗外纳纳到身影 一点点的隔离在外 蓝望鸡就站在原地 沉默地看着那辆远去的小轿车 这等完全看不见车影了 他才抬手 指尖回味式地轻轻触了一下唇角 他的唇上好似还有魏无羡唇角的温度 在原地站了半声 蓝望鸡才扬起唇角笑了一下 转身想着学校大门走去 他在心里默默地想 魏英 很快 你就会记起我们五年前的事了 我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彼时 望你已经不再摇摆 望我已经成为你心中唯一的挚爱 而你 毫无疑问 会永远是我心中最特别的存在 一如既往的请小可爱们帮我点赞看哦 这几天小可爱都特别给力 再看亮点的很给力 点赞看真的对我很重要 谢谢小可爱们